祝我老太太 葫芦朵来 寿命丹山 谁是死的 谁是问题 看着乖的叫什么东西 像个乞丐一样 咱们林家的脸都给他丁净 今天是老太太纳扣 我特意准备了一份礼物来送给老太 也算是我对林家这几年的感谢 行了 放人走 这是长寿单 老太太最近身体开 冰邪入 我太太身体好得很 那是老太太 走出去 林雪你不要不只好眼 你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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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别喝 今天安城一度射手 黄罗也在 老太太太 老太太是银邪入体 屏入高荒 老父 以无回天之力 有长寿单 能够保住老太太的性命 银邪入体 长寿单 这是长寿单 小凡 那个妃女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巧合 一定是巧合 长寿单 这是长寿单 巧凡那个妃女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巧合 你们知道长寿单 长寿单 我快拿着长寿单去 长寿单来啊 我真是长寿单 赶快给奶奶服上 我听到长寿单 就觉得不对劲 我就从垃圾桶里的捡捡 没想到 真的是长寿单 那个废物坠绪 竟然拿着服 真的长寿单 妈 妈 妈你醒了 这个长寿单 是谁给你们拿 是那废物坠绪送来的 对不起 你能拿到长寿单的人 怎么能是废物呢 他人现在在哪 刚才被赶走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不管他去哪 你再把人都找回来 林远 五年已到 我们的交易该结束 林远 五年已到 我们的交易该结束 求老神仙救救我的女儿 林远 林远 用这个韩玉 和一半的家产 求我救人 我答应 你下山到林远 做五年的追训 照顾林去 做追训 答应了你去 嘿 你这 你下山 还能求媳妇回来 好事啊 五年期移到 韩玉 就归你 快救命啊 有人晕倒了 快救命啊 我是医生 让我来看 我看着他病根 没啥救命 他被淹险入体了 有病啊 有人晕倒了快救命啊 我是医生 让我来看 我看着他病根 没啥救命 他被淹险入体了 哪来的江湖骗子 今天做完了 这是做什么 万一这人有什么三长两短 呀醒了 谢谢啊 谢谢 哇太神奇 一眼就看见病人病根 聊聊几针人就行了 神医啊 他天生体质虚弱 以后尽量减少大家来走 一切白事能不去就不去 否则还会像今天一样送你的 谢谢 太感谢了哈 你真神医啊 没事了 举手之狼 我还有事啊 先走了 好的谢谢 先生请留步 冒昧拦住先生去路 我叫苏曼盈 是江北苏家之人 江北苏家 我想请先生出手就一个人 当然 我会付出让先生满意的代价 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是江北苏家的赘婿江凡 什么 你是 你还希望我出手救人吗 小姐 老爷子已经三天没醒了 咱们是不是得想想办法呀 为了救爷爷 只能放手一搏了 江凡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刚去给你父亲扫了一次物 你是什么神分 不知道你去扫墨 跟我来 大伯又见你 老太太今天寿臣 你作为林家的罪序 不在家庭拆遣 你可知错 还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去墓园扫墓 不 我是因为林渊 容忍你们这五年来对我的羞辱 但是现在期限已到 已经不须在了 林日南 林雪 这是离婚贤 从今晚后就江凡 与林家再无任何关系 从今晚后就江凡 从今晚后就江凡 与林家再无任何关系 犯了犯了 你作为小小罪剧 你肯定做 离婚 就偏你 你有什么自个说离婚 我是来通知你 不是和你们商量 林家白养活了你五年 想离婚 你以为林家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吗 没错 你白失败后五年 这些钱都购买你一条命的了 你要离婚 除非把制作长寿丹的方法交出来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目 长寿丹 小家伙 你年级轻轻 不可能做出来长寿丹 说不好 是你偷来的 如果你之趣 交给我们 我们 还能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你又是谁 安长圣守 黄一龙 林家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姓黄人的书三道夫 大胆子 黄龙也是你能智慧的吗 想要离婚 只要林家一天不等 你永远是林家的一天 位置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继续 你管造我父亲的协议 没错 你也是假的 你只有在上面亲自的权利 没有质疑我的权利 我能交代的事情 我已经交代过了 这林家 我真是一刻也待不下去 那就是你 我 林家就一定要做到这一步吗 你别不知好歹了 我们只是从你身上找回这几年来的花销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 你作为林家的追需 你所拥有的一切 包括长寿丹 都是林家的 既然 你要离婚 那么就应该敬身出户 我一切 想给林家 你都露出什么了 我一天还对 他就老实了 大伯 苏家的苏卖你怎么来 卖阳 他来干嘛 林家和苏家 可不是什么林李和木关系 他来干嘛 大伯 仓总办 去见见这个苏卖 看他葫芦里 找他买什么药 不知道江帆会不会答应我呢 但是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让江帆给爷爷看病 是什么风杨树董事长亲自到林家来 林董事长 我想见神医江帆 是什么风杨树董事长到我们林家来啊 林董事长 我想见神医江帆 神医 什么神医 也许我这个请求 有些让人意外 看我的确是来见江帆的 希望林叔叔 能承认之美 万娅 他区区一个我林家最虚 最快的 小姨说的没错 苏董事长 作为苏氏集团的一把手 来见我们林家最虚 怎么他们都不知道江帆的本事 林震南和林毅提到他的语气也十分恶劣 我想请江帆去给我爷爷治病 我也听说 苏老爷子的身体 每况愈下 却没想到 苏董事长 已经病急乱投医 到请一个罪婿去这边啊 万娅 你们要被那个废物给欺骗了 一个罪婿 一个废物 苏董事长 我可以请黄老出手 王一龙 黄老 他可是 一度正手 苏家老爷子 我听说他的玩证 老夫行医多年 还没有治不了的命 看来黄老 治好这蚊子 连一个长寿丹都制作不出来的废人 还在这言之所 再 两路黄老 赶紧过来不去 那外面 我您家的脸 一 一 四妹 我本来不打算救你 但是 我可以承认 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先生请说 让龙交臂 林叔 想必看在我爷爷的面子上 您也会让江帆去帮忙的吧 如果您不愿意 那苏家和林家的合作 恐怕 该是非许多 就这样 胖掉 江富 这天跟我们要走得这么近 你该死 江先生 我是不是打扰了您做事 不 你来的正是实好 看来去苏家的路 还有段时间 先聊聊你爷爷的病情是吧 我爷爷原本身体很好的 自年来不知怎样的 身体越来越虚弱 我找遍了江北的名医生 都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爷爷得的是什么病 因此也无药能医 三天前 爷爷突然病倒了 至今没有醒 苏家不愧是江北的大家族 我说 这样的庄园 价值可不菲吧 让江先生见笑了 请吧 哟 苏美啊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竟然带男人回家了 看这次打扮 也不是什么上流特辉 总裁的眼光可真是独特呀 苏睿 苏长 说话的时候 太独放尊重点 这位 江先生 我请回来给爷爷治病的高人 高人 我看你真是病急乱投影 急昏头了吧 就你这样 还想掌管苏氏集团 还是趁早把位子让出来了 江先生 你必须回来 我们走 他算什么东西 能给老爷子治病 就凭他这套血病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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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了 江北市没人能救的了你 你以为我是在打你 其实我是在救你 看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南疆的骨头 你这蠢货 被人下了骨才不治 好在 他还在成长阶段 等他长成了 你会嬉笑流血而死 大师 祖宁救救我吧 看来你已经知道 祖宁救他 我也不怕告诉你 整个江北市 只有我才能救得了你 但是你刚刚那个态度 你算是什么东西 你也配这么对我 大师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写人的命 只是俗老爷 追你嘛 日后看得了 大师 你救救我吧 我还年轻 我不想死 想过命的话就别挡路 那你 你带路吧 我先看看老爷子的 大师 江先生 您刚才那一巴掌 应该不是为了救他 怎么会 我那可是真心在救 要救你爷爷 那倒不能 江先生这话当真 要救你爷爷 需要一种特殊的药材 什么时候能拿得到 这个药材 什么时候你爷爷就不幸 这个药材长在血 上面就跌 下面那根茎固培 大根茎 然后呢 上面会闪出 很多种小花 大概就这样了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搜集药材 还请江先生 为此等候一段时间 你爷爷的事情 已经解决了 咱们就应该解决一下 这种药材 江先生指的是 让您家闭嘴 江先生有什么想法 让您家闭嘴 自然是让他在京北市消失 是 怎么样 很没难去 江先生见谅 只是我第一次听说这 一时间有些惊讶 我先是新次集团的董事长 但这样的事情 却不是我们决定的 还得等爷爷醒过来 此番辛苦江先生了 先生请 郑凡 上手 这又怎样 你给我等着 今日支持 你百倍分裂 你还没有住的地方吧 我提前给你准备了一套 不不不 就当是你给我爷爷 治病的谢礼吧 协议我已经签好 你住在哪 我现在给你送过来 没想到你态度转变的这么好 今次这么晚了 你明天晚了 我还有些事情想跟你说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 包括你 那也只是我和你父亲的一场交流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废物罪恤太不知好歹了 我说要见他 他竟敢拒绝我 小不忍则乱大谋 为了尝证单 无论他态度怎么恶劣 你都要人 是啊 只要我们拿到 尝证单的制作方吧 到时候 随便处置这个罪训 这是他现在的注释 林雪 你们必定 现在还没有理会 能不能重复拿下 你看今天晚上的表现 为了得到林医恩的这段含义 老头子也答应了他的邀请 你现在正在五年期满 我终于也说 也算有时间 研究这块 谁啊 是我江凡 我把你的东西整理好 送过来了 东西放下你可以走了 江凡 你何必如此绝情 我们毕竟是五年夫妻 我说过那只是一场交易 交易结束 你我在无关 我不信你会这么绝情 否则 在我父亲死后 你就应该离开了 但是你没有 说明 你心里一直有我 那你这么凉 今晚 叫你去了 李雪 你不用再过模作样了 去 胡闹 你这个坠剧 当初要不是我邻家 可怜你早就饿死在江北市了 算什么东西 竟然敢这样对我 好 废物开门 是非要闹的人机皆知啊 忘恩负义 不要理不理的好东西 咖啡啡 闭上嘴巴赶紧滚 自然会跑 否则你就当一辈子的哑啡啡 江凡那个废物简直不是好的 这个罪序简直是无法不见了 长寿丹至关重要 一定要拿到手 黄老说的是啊 可是现在 要从这个小处的手里拿到长寿丹 现在看来 也不一样 软的不行 就来念 苏家那个女儿和江凡的关系不浅 对付一个女娃娃 臭臭鱿 走吧 你先等一下 我去个洗手间 大伯 我们已经到了 没想办法拖住点 知道了 我这就让他们行动 今天的行动 干净列车 去不认识一下任何线 老板放心 绝对不留很 都听见了吗 手脚都够干净点 老大放心一定干净 大哥新的目标出现了 不 哎你们哎干嘛 江凡是吧 江凡是吧 是我什么事 江凡是吧 你的小女朋友现在在我的手里 我的动静让江凡静 江凡不用管我 他不敢拿我怎么样的 你想让我怎么样 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奇迹 江凡 你这小女朋友现在在我的手里 只要你今天下午 这单跟两百万现金拿到交去 我保证你的女 你跟韩毛都不会伤 保证你的女 你跟韩毛都不会伤 哈哈哈哈 我让你带的东西呢 没带 既然东西没带 可命就留这吧 来门 啊 不用掉了 他们既听不见 你这动不了 什么意思 真风雪 你什么人 想不到江北市 没有人知道您真风雪 你回去 告诉林正南 这次我给林渊面 我不跟他紧 如果再有下一次 别怪我不客气 江凡 你来了 没事 我最近办的怎么样了 老板 搞砸了 他说我给你带句话 他说 再有下一次 我让你死 乱硬不吃 这家伙 还真不是个擅长 就更不该留堂的事了 我说他们 从何提供 好 出大事了 出什么大事了 你说苏家 对我们人家进行不取 对 就好像对我们发现惊弓一样 这苏家 我回家疯了吧 大伯 我怀疑是江凡告的对 虽说之前我和苏家并不怎么合目 我们苏家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攻击林家 直到苏曼营和江凡勾搭在一起后 其实才发生了变化 你把视频调出来我看看 肯定是和那个废物罪须勾搭在一起 否则他 对我们林家 有这么大的攻击性 爸 哪个怎么办 先处理江凡的事情 只要拿到常数的 去几个书家算什么 罗市集团最近收购了不少公司 但 其中有很多是空壳公司 这样一来 会让苏氏集团成为共识之地 放心 苏氏集团最终能得到的团局 远更赢 失聚 苏曼营 你到底想干吗 也没有和家族内幕 和公司高能进行上面 你想怎么样 只是一件小事 你就来兴师问罪 谁给你的权利 是我 看看他们狡辩 苏曼营 当初 父亲将公司交到你的手里 值得会费 只是没想到 你居然会被一个林家军婿给匡验 现在 让你出来为了他 和林家为敌 只要能救爷爷的命 又算是和林家为敌又怎样 救命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一个林家追逐 难道 是我爱藤最顶级的医生 江先生 已经救过苏瑞 我相信 什么 你别这么瞎说 我没病 苏曼营 公司董事长的位置 当初是父亲亲自选择救命 不过 你给我记住 这不是你的一言堂 你只有一作犯错的机会 如果 下次你再反省 就给我 赶紧出宿舍集团 江先生 希望你是对的 林氏集团 因为被告出 收购了不少工程公司 对自己 通过此等方式 进行 不可告证 私下证 听问林郑南先生 您对此做出怎样的 这些林氏公司 绝对没有 违背法律进行交易 我希望 我希望造谣者 能够拿出 确认的证据 我们绝不接受 平白不顾 向林氏集团 拨来的章签 希望大家 能到林氏集团 进行监督 很大 都以为造谣者 我们绝不顾起 他以为树氏集团 处理他就这么干净 这件事 他以为就这么结束了 这事也不能学怪苏曼雅 能不能是 苏曼雅说的 江凡的蛊惑 我看他来 现在走得越来越近了 王老山失败后 他就摆着问你了 这可不可以 这个还威胁 这事就不能这样放了 我看他 我看他 江凡是 有力不力 终于吸收了这块痕 我的九龙一经 也练到我进去 想下图 你跑得了吗 啊 这江凡不会是九尾帽子吗 这个罪剧确实有点麻烦 不过 他忍着咱林家 他就是天王老子 也要让他退成屁 林老板 我有了一个机会 好 加强别墅周围的顶件 今天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 是老板 那这 江凡会帮我吗 李雪 你来这干嘛 李雪 江凡 我好像病了 我又没有追去 你来找我看 江凡 之前说我错了 我们愁为好吧 去求黄一龙吧 江凡 我让你给我治病 是给你抬剑 你别不是好歹 你以为我只能求你吗 二十年前 你爸寻辈天下名医 最后 找到了我师父 用了林家一半家产 撤下了压制的问题 你以为这世上 除了我 还有谁能救你 你走着瞧 我听刚才 我看见好像有人来 哦 没事 就是打了个苍蝇 怎么样 都处理妥当了 等到长寿丹治疹 你爷爷的病 就会要到病 那太好了 我立刻让人把东西送过来 江先生 这是你要的药台 这就是长寿丹 需要尽快给爷爷付钱 又是他 你认识他们 你也认识 在牌头那个大胡子 上次不是来找咱们麻烦吗 被我教训 显然没有吸取教育 你的人应该来不及 你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江帆 你还真是不怕死啊 啊 哈哈 我这这么多人 不怕死 才是 大哥 不用跟他摸紧 你再让他 大哥 上次这小弟把诸葛打伤 现在还在医院 今天必须打伤他两头腿 你得诸葛报仇 您是 跑不掉的 您 就把自己人给我拽出来 对吧 你最好不要诸葛外 是 邪你不诸葛外生 你什么 你很专重 那个女人是吧 要当这个人家了 哈哈 还要让我们兄弟跟我想一想 哈哈哈哈 果然是苏家的老板啊 长的那就一个漂亮 你们敢和苏家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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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就是苏家的人 不过是林震南的几条狗 在这大吼大吊 我找死 干嘛我只狗 害你的嘴巴 他如果报仇 这一群乌和嘴子 我 我来到你了 他妈连个女人都拿不下 你拿什么干什么呀 苏小姐 有错 董事长 这就是你们卖世的速度 太让我希望 你走这走 你们处理好后事 控制一辆车 我和江先生都马上赶回庄园 是 不好 长寿担碎的 必须马上给你爷爷福气 苏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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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事 这是 的 我 老爺子 公司狗是长的 这所有礼仪劫 你都大包大盘 孙茂家 这倒是你的一人堂 老爺子的病怎么治 我们说的算 还吃不到一个小胃肠 宇文 让开 孙茂妖 难道你忘了家族的规矩 来人 准备家法 好 给我狠狠地教训这个目中无人的 三哥 你当真要动用家法 曼盈 现在毕竟还是苏家的掌握人 他若是还记得自己是苏家的掌握人 又何必和外人勾点 唱了反调 正是因为我还记得自己的身份 才好不一切地支持江先生 苏文 我才是苏家的掌握人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动用家法 江先生已经研制出了救醒爷爷的药 若是因为你们在这里当个药效 导致爷爷无法清醒 我看你们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曼盈 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吗 就凭他一个废无赘婿 他要是有那能的 又何必再临家五年 悲公屈膝呢 三伯 姑姑 我早知道苏曼盈毕竟临家赘婿 给迷得神魂颠倒了 没求最好的一楼团队咱们都请过 谁敢说能知醒爷爷 不嫌疑苏曼盈生死的都给我滚开 你算什么东西 尽管在苏家撒野 邻家这事 那边也太嚣张了 苏曼盈 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 好大的威风 我再说一次 想救苏曼盈生的命 就给我滚开 整个江北市 只有我能救他的命 你说我算什么 好大的口气 你不服 救不救得了 是给我才提高 不完 给我让 好 开始修到最后 现在我来照顾书办事吗 你不认识 去 请吧 ゴロ 走 等一下 等我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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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你不认识 握手 你做什么 握手 是不是见过一个用九根金针的 用九根金针的男人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经历了 是你做了我的命吗 我还没谢谢你 不用说 你孙女已经付了足够的握手 还行别说这些了 那给我讲一讲那个用九根金针男人的故事 那是很久以前 我刚到江北市 就得了一场大病 江北的一生 都叔叔无测 是这位恩人救了我的命 说他救了你的命 其实也不对 因为他当时的能力还没有能力 只是暂缓了你的病情 直到前不久爆发 这才导致你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用九根金针的男人 也算是我半个师兄了 当时因为学艺不精跑下了山 流下了不少烂摊 没想到 两位恩人之间 还存有这份缘分呢 其实这也是我救你的原因之一 我想要知道这个九根金针的男人的一切 那个人 我就 秀顾 当时也是啊 江北市所有的医生 都无法治疗我的病啊 于是 苏家便重计宣赏一位能治疗此病的名医 他呀 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我想知道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好好照顾病人了 曼莹 虽然他救下了你爷爷 但他毕竟是临家追婿 你一定要和他保持治理 哎 姑妈 你想什么呢 江先生只是我请回来给爷爷治病的 何况 他现在已经和临家没有瓜葛了 以后你可不要再叫他临家追婿 你呀 还是太年轻 男人那点小心思你一点都不懂 哎 姑妈不要再说了 江先生救了爷爷 他对我们苏家有大恩 他是我们的恩人 小莹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爷爷 我答应了江凡 要让临家闭嘴 你现在是苏家的掌舵人 还这么做 你自己做主吧 你就是江凡 我们老板要见 我们老板嗯 放车吧 绑架 你可以这么认 那就带我见见你们老板吧 懂 了 挺 还要 还要 你还要 小莹 呀 宝贝 我 我早就說了 得罪我的林家 你吃死了 這是來自安城楊山的楊少 你要是失去的話 我全力把你給你去散散 你就是這樣啊 得罪了黃老 公開污衊林氏集團的人 安城楊家 我不管你之前跟這些屬有什麼恩怨 如今我來到這兒 只要你交出長壽丹的名方 我可以對你敬敬 好大的口氣 你還要是不大 我想 你應該不會想要挑釁 安城楊山的威力 又是那個什麼 長壽丹在你手裡 只有我們安城楊家才會有這種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高 就不看你夠夠格了 留在一口氣 留在一口氣 但是 少爺還要在他身上 炸出點秘密出來 你讓少爺不看看結果 結果 你也太看得起那個角度了 跟我來江北市的 都是退下來的精兵良將 而且都有著豐富的海外傭兵經驗 都是以法師的豪手 精兵良將 難道這些 不是要給我留口氣嗎 我也給你留口氣 回去轉告你們 不是騙我們 來新增別墅莊園 什麼 你說他一個人解決了你們幾十個 貢傭兵 楊少 這江凡確實有些古怪 他身上太多秘密了 這幾個貢傭兵 恐怕對付不了了 那個廢物追去到底吃了什麼東西 變得這麼厲害 貢傭兵都不是他對手 絕不能讓人鄰居冒險 否則出了問題 我臨家怎麼擔得起 楊少 見過江凡了 何止是見過呀 我的人都捨在他的手上 這錢到底什麼來的 這江凡 來歷非同小可 承受單 已經消失很久了 國內現在 沒人能做得出來 江凡能拿出承受單 說明 他的來歷 和背後的隱秘勢力 有關係 那我這麼針對他 楊少 你還記得 七年前那個隱秘勢力的消失嗎 現在時代已經變了 就算是他們有點勢力 那在我們楊家面前 你算得了什麼呢 楊少 那我們該 先按兵不動 我自然有辦法 乖乖的交出你 我給你們一個老婆 妮博 製 現在 你 把你 appropriately 那 趕快 是的 這就 先 看 我 這回 林家飛黃城他的機會來了 那我起紅了 我該可多撮合走吧 不過 林雪小姐和江凡 必定有一段婚姻 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擺平 紅樓的意思是 讓他在江北市消失 江先生 您之前提出的要求 我可以答應 哦 蘇家雖然是江北市的大人 但是和林家也是 終於抗你 誰也奈何的 你確定可以讓林家避隨 江先生救了我爺的命 對蘇家有再造之恩 就算是拼掉蘇家 蔓迎也不會放棄 那麼接下來 我就要看蘇小姐表演 召開緊急會議 蘇氏集團和林氏集團 最近在不少項目上有充足 我們在部分項目上 做出了退讓 但林氏集團步步緊逼 欺人太甚 我和老董事長商業後 決定不再退讓 今天 你們繼續給我商業出一個可行的方案 蘇氏集團要針對林氏集團 開展商業公事 董事長 我們被蘇氏集團 我們措手不及 接下來我們該怎麼辦 爸 實在不行 我趕快請楊玲出手算了 她是安城的人 家族勢力也強 而且 她最近不是就林雪 很是著迷茫 楊玲會願意出手嗎 她早就抗冠江湾了 不過最近 小林玲是 這麼多 你去 這裏 什麼 你去 我都üp 싸了 你說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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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毅没时间去对付姜凡了 别急啊 他会去的 苗少 这次只有你能帮林家了 这次问题的关键在于姜凡 不除掉他 事情就会不停下来 姜凡 这个废物追血 苏小姐怎么了 姜先生 我失败了 看来是那个阳明出手的 姜北市的一些大人物在敲打我 那就这样吧 让林家吃到教训就够了 我一定会经历到最后一刻 准备 星辰别墅一栋是苏社区团行费的证据 一位查封 我 星辰别墅移动是苏氏集团行费的证据 现已被查封 我们来请先生过去配合调查 你就是一手姜凡 嗯 跟不对的 行吧 这就是安静人的手段 江凡 我只是例行询问一些星辰别墅移动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请 就我们调查 星辰别墅移动不属于你 而且 价格不菲 我问您如何解释 那只不过是朋友间的证语 我的好朋友有很多的房子 给了我一套 不可以吗 江凡 我们在星辰野猪欲动 发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 现在 正式对你进行拘留 我要见我的律师 当然可以 喂 李先生 我可以教美食的教材吗 就这样 就 好 走 好 是你搬怎么样 都搬图了 这是记录 够过那个十七万 有些朋友 小李先生 救我说 好 我放了 你这白送你咱们真是对不起呢 慢着慢着 敬险慢着 敬险慢着 为什么要把他放了 大人的豆腐啊 我们能做的 如果是要做 算什么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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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资格 再担任死过人的身份了 帮江先生抱头是救下爷爷的条件 啊 你已经老了 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 说没有 你照着老爷子对你的丑怀 把朱家当成了你的严谣 现在 整个 书生集团都受到过去了 你还这么想 整个集团就完蛋了 我才是苏家韩国人 契合着由我承担 慢迎 不到此为止 苏家和林家两个人之声 获利的只不是其他角色 您到苏家 就要搬上背信弃义的名声吗 你不配做我苏家的人 苏万云 你被出名了 是 苏万云 你不配做我苏家的人 苏万云 你被出名了 苏小姐 让江先生见笑了 现在 我已经不是苏氏集团的独市长 没办法再为江先生报仇 你被苏家除名了 林氏集团给予的压力太大 虽然我有爷爷的支持 但是家族的各位叔伯们 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情况 这样就够了 已经履行了当时的承诺 但是 你被苏家除名 甚至还丢掉了苏氏集团 董事长的身份 这并不说得了 这样也好 我也想休息休息 只是不知道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吃了长寿丹之后 他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苏小姐不应该放弃 依我看 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 苏家现在面临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的工程出了问题 公司也面临各种通缉调查 资金链还出了问题 现在 六千安集团 还在跟我们保护盒子 钱的问题不是问题 依我看 你应该继续执照苏氏集团 然后通病教育 让林家刻意再调整 可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不帮助 苏家寺院 非苏家人不准容内 我也不行 哟 这不是苏曼营吗 怎么 现在和这种不三不四的坠绪在一块呢 原来是你啊 怎么这次不跪下来求我救你呢 你算什么东西 正好 林家人也在 把他们俩给我押进去 交给林家人出去 没办法 赞叔叔 看我给你们把谁带来了 江凡 这小子想和苏曼营闯进来 让我抓了个正常 我听说你苏文联合家族的人 苏曼营从家族里赶 还抢动了他苏氏集团的 是又怎么样 那就可惜了 我此次来 代表金安集团 来和贵宾斯团合作 合作的主要是以有 之前签订的合作 和对贵宾斯C区开发的事 但如果 苏曼营不是苏智集团的董事长 我看这合作也就没有什么必要 江先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 会和吉安集团有关系 一旦吉安集团放弃了合作 那苏家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苏董事长 我劝你冷静一下 江凡他一个罪序 他整个是做静安集团 是真是假 都不重 我 你 我 相纯的 我 不是 是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不 它 我 我 你 什么事啊 什么 金安集团要终止和我们的合作 金安集团提出 他们只会和前任董事长合作 只和苏美颖合作 金安集团 这是递我让位啊 董事长我们该怎么办 四季 李克尔带我去兄弟面书 天安集团真的终止合作了 看来是真的 爸爸是苏文 是他 走吧 看看这位苏董事长有何位的 是你 一切都成维在背后搞鬼 金安集团在合作当中提到 只会和苏万营合作 金安集团不会这么做的 既然如此 那你来干什么 我这可不欢迎你 万营 和金安集团合作 金安集团只会和苏万营合作 苏万营能给到 我全都能给 我对你不能相信 我吼着想 那怎么 你担心苏家 金安集团是我们唯一的合作伙伴 也是苏家立足于江北市的原因 现在失去了金安集团 苏家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就算是这样 苏文也不愿意把你挺回去 咱们还是赶紧找夏家吧 不然到最后 拼死拼回来工作 工资都拿不到 三部 怎么样 江凡 不可能跟我们合作 我们可以去谋靠 完成那个影响 完成影响 苏家一开始 我们很想对付我们林家 可是现在朝不报警 这就是跟我们林家作对的压杀 那苏文 绝对不会让苏曼营重返苏兄 等他们失去了耐心 我们趁机 囤兵整个苏氏集团 什么 我还没用力 苏家 就能落到这部田地了 大少 苏氏集团 已经失去了最大的靠山 金安集团 金安集团可是江营省最大的企 金安集团只愿意跟苏曼营合作 而苏文 却不愿意请苏曼营不来 金安集团为什么会这么做的 因为代表金安集团的 就是江 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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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林家的追学 你们对他了解多少 其实 我对江凡了解的也不多 当年 他和小雪的会议 都是小雪的父亲林源定下来的 当年为了这种会议 我们林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入坠你们林家 却让你们损失下转 是啊 要知道 我之前给调查部透过气 让他们随便找个理由 但没想到江凡省的调查部 当夜就勒令放了脚 如今 就成了金安集团的代表 看来 这个江凡 江凡 已经不能留了 杨超你放心 我已经花证明所到了 好 差点 三哥 是家族的掌舵人 难道你不打算做些什么吗 是啊 三伯 你之前坐上这个位子 可是说好要带苏家重新走上正轨的 苏文已经救不了苏家了 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你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杨凡 你不像苏茶的人 我们不欢迎你 来人 把他们俩给我摸出去 门口的保安已经睡着了 既然你管不了 你就不配坐在苏家 在掌卖人的座位上 三哥 小文 小文 小凡 你好大胆胆 你们对我动手 要想救苏家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苏万营继续掌管苏 或者是让苏文继续掌管苏人 半俗苏 苏文就忘记了苏万营做过什么事了吗 你为什么要让苏万营继续掌管苏 为什么不是请过 还是凉着的放住呢 别忘了 苏万营继续掌管苏文 怎么给你赶下来 苏文 我现在又增加了你的要求 不但要将苏文剥夺职务 还要将苏文从你 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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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和苏曼女董事长谈得差不多了 这份合同会给苏氏集团带来百亿的资产 足够帮助苏家渡过难关了 这份协议我已经和江先生签订了 很快就会和金兰集团对比 怎么样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 苏叔叔看起来不太高兴了 人家的人也来看我的笑话了 苏叔叔可别误了 我知道你恨死江凡 所以呢 说的是真的 江北市已经容不下江凡了 他只有消失 才能让人心安 我该怎么做 江北市已经容不下江凡了 既然你们这么辛苦 那我们就玩玩吧 江凡 你还有什么疑言吗 故意选在这儿 看来是胸有成竹啊 不是我胸有成竹啊 不是我胸有成竹 是我这四个金牌杀手 胸有成竹 江凡 为了除掉你 我可是花了大把的金钱了 他们四个非常擅长正名搏道 四个人代表的力量 发音速度和特应方面都有所掌 江凡 你这次 插尺 你再不是能够成竹了 你再不是能够成竹了 没有强大的力量 没有强大的力量 你很幸运 我是一个秉公之法 但是这并无妨碍 我给你点救 爱 快 恶 灵肅 这是他没给你赛 喂 小雪 好了 Kaw see 不可能 他怎么会得这种病 杨少 林小姐的情况 有点特殊啊 我 我 我帮不了忙啊 你再说一遍 杨少 林小姐中的是先天绝命毒 先天绝命毒 这是一种诅咒 是在人一出生下 也被吓的 黄老 你不会再胡说八道吧 我怎么敢骗杨少 这先天绝命毒 实在诡异 我也无能为力啊 这个世上 只有天龙九脉的人 才能救人小姐呀 天龙九脉 那是无往进来 站在一道顶峰的船长 但是 距离天龙九脉的船人 现世 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我都不相信 只有天龙九脉 那就是小姐的命 这 马上成最好的医生 全都不请过来 林一 你那小事都干不好 废话 带他下面吃病 叫林志拿来叫我 先天绝命毒 江凡 长寿丹 难道 江凡 是天龙九脉的船人 林家那边似乎发生了大事 林家 听说林雪陷入了昏迷 黄一龙也束手无策 黄一龙要是能救她 她便不是黄 你居然不关心林雪的情况 我跟林雪那只是一场交易 交易期满 谁会关心一个末章 林雪到底怎么了 被人下诅咒了 当时他父亲林渊找到我吃 花了林家大半的现金 不不出手 结果这老头子 本手把我卖给了林家 又才保住了林雪的心 没想到会是这样 交易也是有期限的 林家的钱只够保单 那林雪他 只要林家拿出一半的家产 我会救他 黄老 还请你出手救林雪 杨少奔夫的事情 请林先生放心 我一定会接近全力的 林先生 你还是要多操心一下 林雪小姐的情况 林一那边就交给我吧 倒是那个江藩 我一定不怕过他 林先生 林一那边还需要我 我过去了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 没有病症的节目 是啊 我们有不能为例吗 听说江凡 那这树肠肉的 或许 他就是天龙酒脉的 黄老 江凡 他是天龙酒脉的传人 怎么可能 我不管他是不是天龙酒脉的人 他都必须来救小雪 这是命令 放心 现在 你去拿过来 黄老 他怎么说的 他要林家一半的家产 答应他 什么 我让你们答应他 我做的决定没有任何人能改变 就算给了再过 也只是暂时的 我会让他为现在的嚣张 一个欢迎仪式搞得这么隆重啊 江凡 绑坏了林家 对你这么好 您这难 交接手续准备好了没 我可是很忙的 江凡 你可别觉得一半的资产很贵 这事实上能请我多少的 可 你可别觉得一半的资产很贵 这事实上能请我多少的 可 你之前说只有天龙九脉的人才能救小薛 但是江凡 杨少 他极有可能是天龙九脉的人 你去帮我调查一下天龙九脉的所有资料 我要知道这个事里的一切 放心吧 这件事情 我已经派人去罢了 让他休息一天 然后就算了 就这不然呢 我骗人了吧 怎么放干净一点 要不 下一个躺在前面的 就是你 慢用 走 卡小姐送去安少 林家这帮废物已经解决不了他了 接下来我亲自说明他 杨少 你是要动用杨家的力量对付他 无论是长室无单 还是天龙九脉 我都要让他们成为我杨家的东西 我 小凡 林家果真心甘情愿的拿出一半的资产就林雪 不是林家不愿意拿出的 是那个杨林逼着他们拿出的 总之林家已经够口威胁了 分辨林家的地盘也应该一模一样 你打算让林家彻底消失 就算我不这么做 那个杨林也不会放过你 既然如此 还不如便宜了我这个钱的地区 如今林家竟失去了在江北的根 再也无法让苏家抗衡了 区区一个江北市算什么 更别提一个苏家 我马上就要返回安城 你就在江北市等着收割苏家的家业吧 这也算是我送给你的一封货 我已经拿到林氏集团的办事股份 以及整个林家一半的自财 从今以后 江北市就只有一个苏宿 而林氏集团 百次灭 记住我之前说过的话 无论江凡和苏家做了什么 最终的胜利者一定会 我 这次你要帮我 我听说你又带个女人回来 小雪 爸 你年纪也不小了 该收拾心了 我知道了 爸 但是爸 这次你要帮我 而且你帮我 就是帮家族 江凡那小子 就是天龙九脉的船人 而且他还能制作出承受弹 苏家因为这个 他就和江凡年手击溃了林家 我们现在一定要压制江凡 不然以后 我威胁到我给杨家一说 你说的都是真的 黄老特也说这 你要将长寿丹的秘密问出来 至于林家和苏家的事情 你自己看得出理吧 看来是又有人在挂念你了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 林家已经被吞并的一般二惊 这些是林氏集团的运营资料 这些有运营资料 看到杨家卖就够了 杨林最近带着林雪去安城 想必不会善罢甘休的 安城杨家的确是个大麻烦 虽然朱氏集团吞并了林氏集团 在江北市 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庞然大物 但是和杨家比起来 还是差得远 先看看他们想耍什么花样 有什么事吗 杨林动用了杨家的力量 正在收购我们的股份 他们这是想玩大鱼吃小鱼 那就先陪他们玩 杨公 现在对于苏氏集团收购 十分困难 所以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成 对苏氏集团的收购数 我真是耐心是有限的 杨公 现在对于苏氏集团收购 二叔 二叔 你怎么来了 听说你在江北市出了点问题 没什么 我已经派人去处理了 相信很快就有结果了 苏氏集团不是个小公司 收购钱中的资金量很大 你要把握点分寸 还有那个姜凡 你要小心他 二叔 你的意思是长寿单 我曾经见了 也知道他的效果 我可以帮你对付他 代价就是 我要优先得到长寿单 别着急拒绝 我给你时间 慢慢考虑 啊 哈哈哈哈 师父 按照苏家旗下的辉煌集团 开启甄的术氏集团 进行恶意囤变 那你 两个姜凡是心轻 你恐怕坚持不了多做 你一家人 他们为什么帮助外人来三姐家族 你三伯的事 让他心里有何责 平时虽然对你不满意 但并敢表达出来 现在 杨凡生出了橄榄汁 他们自然更愿意向杨凯奥 后悔的 好 好了 江凡 苏氏集团已经抵抗不住 辉煌集团的恶意收购了 三天 没想到你们能坚持三天 已经非常不容易 杨家还是太强大了 他们煽动家族里的一部分人 出让手里的股份 想借此来吞并苏氏集团 我有一直无法阻止这件事 看来苏家还是有很多人不服你 你可以把所有的股 全部抛出去 留一个空壳公司 你的意思是 之前不是吃下了临世纪 你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到临世纪 苏氏集团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这样呢 我们还能在杨家狠狠地转 这样不会引起杨家的愤怒吗 我倒是不怕他们愤怒 我知道了 他不是想玩吗 那咱们就陪他玩 看来事情做得不错呀 没想到苏家内部讲究不可 我只是使了一点点的销售下 苏家就乖乖地把我的股票送出来 要小心 有点做到圈套里 我知道了 但是辉煌集团 在我的体育下 已经开始嘱咐收购苏家很快的 好吧 苏氏集团有问题了 苏氏集团有问题 我们调查了苏氏集团 发现这一段时间 苏氏集团已经将旗下所有资产 转移到了临世集团 并且成立了新公司 苏氏集团 接动机关 好吧 为什么苏氏集团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资产转移干净 我特查 你有什么 我出什么问题了吧 让他们掀不起来什么浪购 万营 帮我听上去阿天的惊跳 这场战斗 就由我来结束 郑总 这是所有的调查报告 报告上显示 苏氏集团已经全不知不知觉 变成一家同科品司 好了 长寿丹真的能延传你的寿命吗 长寿丹的确有这样的妙用 这样好了 你继续去调查天龙酒脉的事情 我要把这件事情包给付钱 帮助导致 教练 看来行动并不顺利 公司已经接受到 都有多少局的电量通知了 多少局的人已经算不下了 本意为事情会暂时这样结束 苏曼洋 我们已经搜集到你的罪证 你去找他吧 喂 姜先生 您快来救救我们吧 曼洋已经被调查员带走了 竟然能说动江北市的调查组 看来杨家的能量的确不像 姜先生 我们接下来的怎么办呢 不急 他们不会拿曼洋怎么样 我已经到安城了 我要先去见几个人 这里不见客 师兄 连我也不见吗 你是天龙酒脉 新人龙主 我是师父老人家的关门弟子 好好好 师父他老人家终于收了最后一个徒弟 不知道你到这里来要做什么 我想请师兄帮个忙 师兄有所不知 老头子让我去做了邻家坠婿 保邻学五年平安 他用我的五年时间换了一大笔钱财 你却逍遥快博 哈哈 只要符合师父的心 这么多年来 我在安城也好分享 和这些师兄弟呢 在安城也算占我的脚跟 小师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直说便是 我想让师兄帮我对付一下洋家 安城那个洋家 需要我做什么 稍微我给家里还给我个电话 这个事情 教会我就行了 师弟你是第一次来啊 让我们一个当师兄的一进地区之一吧 那就都随将师兄 诶 龚波 你过来一趟 这个是我师弟 这就是小师弟 没想到这么多年了 还能知道这不是交易 残奸龙龙 我这么年轻 怎么能收这么大的力 师弟守国龙主力 便是我们天龙主卖的掌舵人 我听到消息 我就让人包下了奉明圈 这次 就让我来为小师弟 接风洗尘吧 我们天龙主卖 这一天去 也是我们的小师弟 不许说 这些家族小的们 还得藏银 失踪呢 行 师弟 爷爷 你来了 这些 你的晚辈 也没有必要弄得这么隆重 这位就是江凡 也是你们的师公 也是师父 搜下的最后一位 少林 王太 你来这干什么 少林 我听说你也在这边 我就过来敬杯酒 算了 今天我只是来认识的 师公 对 这个就是天龙酒脉 最年轻的一位 你们的师公 江凡 我的师公现在遇到了麻烦 安城杨家在江北市 对你师公做了一些事 难怪杨太那小子 刚才神情那么紧张 江凡 杨家那小子是不是在手下办事 爷爷 您放心 这事我马上解决 好 杨太 这是我师公 听说您在对付我师公 少林 我只好可能对付您的师公 绝对是外边的谣传 杨太 你最好给我失去一点 师公 您看 怎么就好 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杨家 大人有大量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量 该怎么做 你回去自己私 我希望等明天事情就结束 就办 就办 你也不要放了 那我不能在这儿杀了 老大 你说不知道留在这儿什么人 花叔 去的了 这什么老大呀 难道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这事 无论如何 这也在冰冰冰里要走 什么查证人 谁敢要谁要 事生解决了 相信明天会有新的进展 这么快 都是一些无知情统的小事 哎对了 让你监视林家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啊 你真的意思了 今天还天有遗运这边陷阱 一直鬼鬼随迹 能让林家结束了的话 我马上 自从林雪去了岸城之后 林家就一落千丈 本以为会东山再起 没想到就一下子被暗死 他到底是谁 林雪身上之前种的叫 先天绝命毒的诅咒 这个人就是下诅咒的人 破了他的咒 他这回就找上门来 那这样不会有问题吗 放心 对付他呀 我还是是周年来的 那人还不知道 林家早就搬家了 所以在门外一直转悠 既然来了 就别躲着了 出来吧林墨 就是你把林家害得走投无路 你和林家没仇 我巴不得他们死 那你就是 这么照顾的他们 他们必须死在我的手上 但是你破坏了一切 所以 你必须死 林家的人给林家人下 林墨当初受家族的人排挤 他的童年甚至留下了很大的缘缘 后来他不知道去了什么地 没想到 竟然学会了下祖咒 哎 曼阳 有个事情 可能需要你帮忙 什么 我本来这次下山是为了练心 在林家这几年 也没有什么进展 我想 我想让你帮我完成这最后一步 整个林家都算是我的聘礼 我答应你 你说什么 我答应你